新闻万象 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新闻新闻 最终的战口表节 在恶乌战争之后 现在整个东西 越来越有火药库的味道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军事贺阻 不但直接而且强烈 我们认为讲说 尹兴越现在已经完全倒向美日联盟了 尹兴越跑到了美国 跟拜登发表了华盛队宣言 在发表华盛队宣言的时候 他讲说 现在恶害恶极的这个潜艇 它是一个灭国神器 它上面装有核弹头 放在哪里呢 就放在福山港旁边的镇海港 而且这镇海港的位置非常微妙的是 它可以控制东海 它可以控制黄海 甚至可以控制博海 也就是当我掌握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的东北 你的华北 甚至你的华州 都在我的射程控制范围下 那你觉得美国只有这样子就算了吗 我们刚才这样谈到 它更可怕的是 它居然重启了佐世宝 我们知道佐世宝基地 是日本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 而且佐世宝曾经被称为是 它是半个地球最神秘 最恐怖也最大的油弹库 而这个在冷战时期 它其实已经沉默一段时间 荒废一段时间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美国怎么讲 美国居然要把它的 尼米兹航空母舰 要放在佐世宝 这个就多可怕 另外就是 现在在整个南海 当美国宣布说 它要当菲律宾的靠山 当他当然讲说 你现在的运步 美国会全力协助的时候 我们讲的 菲律宾就硬起来了 菲律宾硬起来以后 你在仁爱礁巡回 你的海景船 我就要派三个巡逻艇 去包围你 而包围之后 你就看到 中国什么话也没有说 中国什么话也没有讲 甚至在内部不断地消毒 就是干嘛 你的武桶的声音 要不要给降低 但是小粉红受不了了 现在很多小粉红居然讲说 现在他们要派出 一万顿的 一万顿的脱船 干嘛 把这个马德雷三号 也就是在仁爱礁 已经放了 二十多年的马德雷三号 我把它给脱走 好 那问题来了 现在不断地放这个消息 中国真的会脱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 边缘团队的帮手艺的 财经专家黄之后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次每一道 电视报都到吴子江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战略专家李廷辉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争美典黄伟瀚 老师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资争美典也会真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时日平李之后 大家好 好 手 昨天有讲 这个是你越听你讲 越觉得恐怖 我本来觉得说 今天把一个尼米之号 放到了左四堡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说不能单看这件事情 你要把整个一步一步来 放到左四堡 我这边正海 我又放了二海二 我完全控制了对马海峡 我不再完全控制对马海峡 其实我控制了渤海 我控制了黄海 我控制了东海 而且你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很续合 还有潜艰 你比如说你有两个 航空母舰 你有一个潜艇基地 而且你现在美国国防部长 你现在又把最好最多武器 送到台湾来 你不是把整个东亚 不是只有台湾 整个东亚 都是美国的火药库了 对 我们都说 乡家没天亮 对不对 为什么 你要贺阻他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说 中国不是好像有点转向 大家说不要武统台湾 然后又说什么 我们要避战 然后同志 战狼外交好像也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都到你家门口 放灭国神器 你能怎么办呢 你说已经到中国门口了 当然这样子 你看 拜登跟以其学签的 这个华盛顿宣言里面来说 讲得非常清楚 镇海港 这二亥二州级的 这个 二亥二级的 这个潜艇 要来这个地方 诶 镇海港在这个地方 镇海港可以扼住整个 你看 距离北京非常近 整个从 渤海 黄海 东海 都在它控制的范围之内 诶 它射程范围 就已经来 韩治北京了 对 那你根本不用讲 美国 美国宣布非常清楚 诶 我现在尼米兹 航空母舰 我现在要停到 佐世保来 诶 这个非常具有指标的意义 以前你可能停在 恒虚赫 恒虚赫要到这个地方来 至少要三五天的时间 现在不用 我就停在佐世保 所以 老板我们看 以前 是停在东京外面的 这个恒虚赫 刚刚讲的 这边还有 本州阁的 本州阁的 我其实对中共 没有直接威胁 我居然在这个地方 一跑 跑到这个地方的 佐世保 而且我不是只有 在佐世保 佐世保 恒虚赫 都放有 航空母舰 对啊 他尼米兹号在这个地方 尼米兹号一出去 保洁一出去 就已经来到东海了 所以你知道 他等于是 用这两个港口 就控制你 那同时还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 对马海峡 其实如果假设 中俄的 这个军队 海军要合理的话 他一定会通过这个地方 防堵俄罗斯 所以他等于是 完全把你堵得非常清楚 这当日本 在西南防御里面来说 他省了非常大的力气 所以现在对谁压力非常大 对中国压力非常大 台湾 他现在也直接 这个奥斯丁就说了 武器要来了嘛 对不对 很多武器要来台湾 那你跟我讲 B2的轰炸机要到澳洲来啊 那还有 帛琉的这个雷达要建设啊 菲律宾现在也强啊 菲律宾在这个四个基地 陆陆续让美军用啊 所以说 菲律宾就是一个非常指标的意义啊 你不觉得菲律宾最近 也不太一样吗 因为为什么 老美 你要都在你 那个脖子上加一把刀 你能怎么样 你都只能说 好啦我趁机看 能不能够讨回一些颜面 那大致来说话 就是 尽量采取一种退让的这个原则 所以说 会叫的狗不会咬人 会咬的人狗不会叫 美国其实没有叫 他已经默默的 把灭国神器 把最可怕的武器 全部放到这个地方 大家讲到 你要放在左四堡 你要日本同意 我要放在正海港 我要韩国同意 我韩国同意跟日本同意 就代表说 我要加入你的军事同盟 现在台湾不用讲了 你现在奥斯丁讲 我要把最好的武器 放到这边来 更可怕的是菲律宾 菲律宾现在对中国 强悍到我们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到是 中国的小粉红受不了了 对 那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来说话 这个中国的小粉红 一直说什么 我们要赶快出一个 这个托船 把这个仁爱礁上面的 这个菲律宾的 马德雷山 把他拖走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一艘船 已经停在那边24年 那24年的时间里面 他就罢住了仁爱礁 仁爱礁菲律宾的 那这几天的时候 菲律宾做了什么事呢 5月10号的时候 菲律宾的 他往这个仁爱礁的方向 他加送一些这个顾料 他要用这个捆铃土 把它固定住 所以说 以前我只是把这个马德雷山 放这边搁浅 对 没错 搁浅了以后 你就躺在这边 现在我不走了 不走是 我下面 还要跟你控欧猫头 对 1999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说 我站那个地方 然后不小心就搁浅 搁浅就停在这个地方 中国原本的策略说 你看 这个船已经破旧成这个样子 你有一天瓦解 看你能撑多久 解体 那就算了嘛 对 就没想到 菲律宾没有 他现在看起来真的要解体 OK 我们要把他加送材料 把他固定住 那从后来呢 他又怎么样 他干脆又放个浮标 在那个地方 所以让中国完全没办法接受啊 所以那中国不是就有所谓的 而且他们海警船去了之后 这个菲律宾不是还包围他吗 所以你看 怎么菲律宾一直这样说 结果你知道 赤灾招韩举 你看他放这个浮标 在那个地方 结果你知道中国这样 被包围了啊 你看中国的官媒 还有外交部 他有说什么 没有声音 连话也没有说 那为什么他没有说 反正是那个军事博主啊 就开始说 你看我们明明就有一艘 这个拖船在这个地方 赶快把它拖走啊 你看中国终于下狠手 一万匹马力的这个 拖船现身人类交 你不走 我们带你走 问题是那些博主一直喊 中国真的敢做吗 有反应吗 我觉得目前为止当然不敢 为什么 因为5月1号 这个美国讲得非常清楚 美国跟你说什么 他说呢 我们可以帮你们 跟菲律宾补给啊 如果你要到这个 人类交上面去的话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帮你补给 假设真的有一天 美国真的补给到 人类交上面去 那还得了 所以现在中国其实 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你看这一艘船真的 已经非常非常破旧 所以很多 中国官方没有说 可是你看 这是阿尔法之军事 他就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你看 我们5月12号的话 这个大型拖船 就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嘛 他说中国有可能 要强硬的拖走 人类交附近的 这个非法坐摊多年的 菲律宾破船 对啊 他们讲得非常强硬啊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刘勇教授 还有什么天空音的这个 他们就天空俊 他们讲得非常多啊 就说你看 明明这是 这个中国的 拖船就已经到那个地方 赶快赶快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我跟大家讲 现在是中国的 网民大家都在吃瓜 准备要看这个中国 拖到这个船 但是问题是 中国现在官方 官媒 外交部 他们都不敢说什么 他们现在 就的确那艘船到了 但是要怎么做 他们其实也搞不清楚 目前该怎么做 所以你想想 这个拖船 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真的是有 一万匹马力 真的要把马德雷3号 拖走是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这个拖船 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不敢接近吗 他真的敢怎么样吗 而且你感觉到说 美国就在下围棋 它的定时是 一个一个不断的下下去 刚刚讲我核潜舰来了 尼米兹号更接近了 我现在还在 帛琉搞一个超视距的雷达 我的B2放炸机 又放在澳洲 甚至台湾现在 我的监涉性的防空飞带 一个一个的都要送过来了 我觉得没有错 宝杰讲的没有错 美国就是下围棋的方式 在围堵 你看 那跟韩国签了这个核协定之后 日本的这个 尼米兹号也要来到这个佐世堡 你看两个国家跟他加入 台湾我们知道 未来给你非常多武器 包括 这个携带式的这个赤针飞弹 还有反装甲飞弹 全部都要来 反装甲飞弹 对美国说要加快速度 这个奥斯丁已经说了 感谢国会这样做 他也要加快速度 那你跟我讲菲律宾 菲律宾现在是站在美国这一边 那还有包括帛琉 我们看帛琉 这几天的时候 一个画面出现了 他有所谓他们建制 所谓超视距的这个雷达 超视距雷达 这个超视距雷达 建设下去之后 你看整个帛琉 变成是 关岛基地的这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眼睛在这个地方 盯着你最附近的 所有的这个目光 就在这个地方 那还不止澳洲 我们澳洲可以让你停 B2轰炸机 还有Diago Garcia 也可以停B2轰炸机 那他也说 未来搞不好 B2轰炸机 可以到南韩嘛 到日本都可以嘛 所以那事实上 美国等于是用个 重重重重的结界 围住了你中国 未来的军事冲突的 这个可能性 而且虽然东协 我们讲的 东协这些国家 意思是什么 我绝对不随便站边 对 我都等于说 我在大国之间 维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可是他们最近做了 一个非常有趣的态度是 他们现在强化 他们的整个海上的巡防 对 强化海上的巡防 就是强化南海的巡防 你们要强化南海的巡防 那不就是冲着中国吗 没有错 为什么现在中国 他们觉得时间越来越紧迫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 因为再不做的话 搞不好以后菲律宾 会强的让你无法想象 为什么你看菲律宾 菲律宾过去 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 过去菲律宾 哪有什么军师实力 可是你看 现在菲律宾 他们有黎萨号 一艘这个船之后 另外还有一个 包括最新的叫鲁纳号 那鲁纳号是什么 鲁纳号其实它就是 南韩仁川级的 这个巡防建委基础 开始做了 它加装非常多武器 716的这个快炮 然后包括南韩的 这个海星反舰飞弹 然后包括法国的 西北风的这个飞弹 如果它必要的时候 它可以装所谓的 垂直发射的这个飞弹 所以它等于是 均有军事实力 跟以前菲律宾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广大信号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 台湾的海军 是完全碾压菲律宾 为什么完全碾压 是因为菲律宾完全没有海军 菲律宾最大的一艘船 是二战以前的船 可是没有想到 就在这十年的时间 美国 日本这几个国家 是这么样强化 菲律宾的海军实力 所以它光是这个所谓的 巡防舰就有两艘 那你跟我讲 美国现在就直接跟你说 我们有所谓的飞风级的 这个金岸的巡防艇 我们可能要淘汰 我就给你 现在美国要准备 给它两艘在这个地方 所以等于是 菲律宾现在在美国的武装之下 还有日本韩国的武装之下 它搞不好也 慢慢的变成一方之吧 董事长 我一直搞不懂是 美国怎么突然 这么样的强硬 这么样的凶狠 直接把灭国神器 放在中国的门口 我刚刚讲到的 你把二害二的 这个放有核弹头的潜艇 放到这个地方来 已经是极大的威胁了 因为控制你的渤海 控制你的黄海 控制你的东海 现在我又在你的对面 左士堡 放了迷米兹的航空母舰 你不是等于说 把对马海啥全部都封住了 封住了以后 你说这有很多种 多重用途 真恐怖哦 第一个 这里是你的经济海域 中国现在为什么要南海 就是我要保持 我的经济海域的畅通 美国就很明显 你现在经济海域的咽喉 完全被我美国所掌握 而且你说这有 隔山打牛的功效 当然他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整个布局 对中国的这个 对中国解放军造成 非常大的所谓的 威胁力 就deterrence 这个威胁力 已经发挥了效果以后 它的主要目标 是什么东西 其实还是要回到 欧陆战场的 俄乌战争的 莫斯科的当局身上 因为他只有在对中国这边 不断的施压力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彻底解决 俄乌战争的问题 因为中国就不敢介入俄乌了 没有力量介入 没有力量介入 没有力量 因为目前俄罗斯 已经非常明显的 没有任何主动的作战能力 对不对 对 那他还有后续的作战能力 是谁 中国 是靠中国提供给他 所以知道吧 中国的力量 从后面切断 会给予高度的镇压的功能的话 对 那中国就会退守 那这个手慢慢伸回来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这个俄罗斯这只牛 就被孤 越来越瘦 他就被完全孤立了 然后这个孤立情况 那只日可待 就变成说 北约要打胜仗的时间 是在机会完全在北约这边 所以这整个大 这个世界是整盘棋在下 然后目前来讲的话 你要知道原来美军 在南海跟太平洋的概念是什么东西 他要求一件事情 所谓自由航行 对 自由航行 跟自由 这个航空是自由航行 那可是中国大陆概念是什么概念 我已经是亚洲第一大国家 中国大陆他想说 以我这种大国 我欺负菲律宾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 你在东亚国家随便欺负你一下 如果手到支出给你一点钱 给你做点生意 你就听我的话 对不对 他没有想到 这个整个情势呸变 这个所谓的亚洲北约已经形成 对 而这个形成之后就会变成 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三条岛链的整个封锁网已经开始 逐渐的架构完成 这个是目前最倒霉的事情开始 刚刚开始而已 结果还不知道 还要跟着这个欧乌战争发展 会不断地形成新的这种压力的这种 加压的力量 可是我想都没有想到你说 韩国要跟中国反链已经出乎我的想象之外了 日本直接跟中国对干 已经是过去也是超乎我的理解的 怎么连菲律宾都敢 而且菲律宾还三招包围 三招包围中国根本没有坑声 现在坑声到 坑声到什么程度 没有坑声到现在是中国的网民小粉红受不了了说 一定要把马德雷三号给拖走 这个拖走是 这个就是说我刚才讲 这个是法律问题的 那这个已经 我记得也有 相信有十几年的时间 二十三年 有几十年的历史 哪那么简单给你拖走 菲律宾人每天跟你混 就靠这个混的嘛 菲律宾人没有钱 就给你搞一个什么 搞个小岛 弄个破船 就站在那边 就跟我们很多人家 家里面门口把那个就报废汽车 就站在那个你们家门口 我不知道停车位置是我家的嘛 对不对 到晚上我回来了 把那个破车拉开 我又停下来 菲律宾人 一样的概念 穷人就穷人的帮法跟你混 可是混到久来的时候 他也会变成地头上的流氓 所以菲律宾在这边混得很吃着开的 很吃着开 好 会真 当然现在对中国来讲 有个非常尴尬的就是 他真的没钱的嘛 因为今天听到 没钱到什么程度 第一个是我的钱发不出去 我去扣人家的金融卡 那我帮你大量的潜心 现在更夸张的是 现在大量的罚钱 罚钱一台车 一年罚了几百万台币 这真的是非常夸张 这是发生在河南 结果这个人他后来说 我决定要把我的大货车给卖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竟然在两年的时间 他收了58张的罚单 两年的时间也总共大概100周吧 他竟然收了58张罚单 平均两周收到一张罚单 而且你知道累计金额加起来 是破100万台币 120几万台币 因为27万的这个人民币 对 那就破百万了 破百万台币 就他其实想说 我跟你讲这实在太夸张了 我们出车之前都要先秤的 我明明在那个过秤的时候 过磅秤的时候 明明就是没有过 怎么可能我开了开了开了 开了两公里 开了三公里 开了十公里 开到你这个现市里面 你莫名其妙给我偷拍一个照 拍一个照之后 你就说不好意思喔 你那个操作 事实上过去这两年两三年来 全部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疫情车就少 但是呢 这地方政府还是要有营业额啊 什么营业额 就是你这个招管的罚单的营业额 一定要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一个 框档 在这种情况之下 哎 我只要车上有 路上有车 我看到我就一定要罚 不罚的话 我没有办法达到了框档 所以就很夸张 他就说哎呀 这上面交代的 我们也是没办法 上面交代的 对 才代表说 在疫情起床的期间呢 当年度的交通罚款 总共要交出三千亿人民币 那换算车辆 他们说每一台车张换算下的话 大概每个车辆被罚了一千块人民币 三千亿 那么好几兆台币了 是 那没办法 因为政府要营运 因为政府现在卖地卖不出去 那这庞大的政府的营运费 就只能从这一些 开车组身上所刮下来 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就在于 他们经济真的出现大麻烦 你知道经济出现大麻烦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们其实都讲过 青年失业的问题已经标破两成 你知道现在有那个 一个北京的姚小姐 她也信姚 她说呢 她连去咖啡厅工作 就发现说整个一个月的收入下来 工作十小时 十二小时 一个月收入下来 只有新台币大概一万多块 她说她这样的收入 她其实也没有办法在北京继续过活 所以她也打算 可能要回到乡下去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生活 比较没有那么昂贵的地方 而中国失业率现在 尤其是24岁 就是16岁到24岁这个族群里面 已经突破了两成 创下一个历史新高纪录 如果7月份毕业潮在来临的话 这一次对中国来讲 真的青年失业的问题非常严重 那中国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出现大麻烦 你知道吗 有一个新闻 连BBC连外媒都开始注意到 什么一个新闻呢 中国一个脱口秀的演员 竟然说她在脱口秀 也不过举了一个例子 我有养了两只狗 我这两只狗跑去追松鼠 我看他们追松鼠这种态势 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因为这个八个字 她竟然被人家检举 你在侮辱解放军 你侮辱解放军之后 就包括她个人以及她整个公司 都不可以在北京继续的营业 现在最新的裁缺出来 她因为这八个字 被罚新台币快要六千万 六千万 所以他们就说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插到 想办法罚钱 不仅想办法罚钱 甚至是有点文字欲 就是说你动辄讲话 你知道她说她讲的这句话 是在讽刺解放军 是因为为什么吗 2013年的时候 习近平曾经在一个解放军的会议上 就讲到说 我们要建设一个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也不过因为这样子 十年前的一个 他竟然把他今天讲的这个 脱口秀开玩笑的这个东西 跑去查十年前新闻说 哦 这八个字 习主席讲过 你在讽刺 罚六千万 罚六千万 所以这整件事情 连BBC都开始大幅报道 就说中国现在自己 内部紧缩 内部严格的 言论控管的一个情况 已经出现不寻常 是不是有兴起文字欲的一个情况 好 正好 刚才讲的 美国现在对中国越来越强硬 强硬里面 以前不是他很忌惮中国的飞弹吗 中国的东风飞弹不是航母在杀手吗 你不是要等于退缩A2AD吗 可是为什么美国现在不怕了 你说现在在俄罗斯最强的匕首飞弹 已经不是一颗打掉了 两颗打掉 一口气打掉六颗 也就是美国现在 它的防空能力已经超过我们想象 你现在连俄罗斯最强的匕首飞弹 美国都可以把你打下来了 对 极数飞弹可能真的失效 因为最近乌克兰在巴赫姆特 收复了20平方公里 所以战况很好 俄罗斯开始对基辅猛攻 我们现在看到是基辅的上空的状态 非常非常夸张 那由地面发射出去就是防空飞弹 这是爱国者三型的防空飞弹 因为后来有捡到弹壳的碎片 这是爱国者三型 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所谓的爱国者三型飞弹 竟然拦下18枚俄罗斯的飞弹 其中六枚是极因素飞弹 匕首飞弹 换句话说真的就如外媒说的 乌克兰现在拦极因素飞弹 叫做小菜一碟 那乌克兰如果拦得到的话 美国当然拦得到 它这里面所有运算体系都是北约给的 所以未来中国A2AD最大最大的一代 坦白讲就是极因素飞弹东风系列的 美国应该找到应对方式了 因为乌克兰就是一个最大的试验场 我抓得到你了 对我抓到你 那对于美国来说 我就不会再怕你A2AD 而且更夸张的事情是 俄罗斯原本很坏 他们发射几因素飞弹 然后派自材无人机就去 旁边还摆了三架侦材用的无人机 想要拍大外宣 想拍谁这三架也被打下来 所以这个画面是叫俄罗斯全灭 乌克兰靠防空袭把他全部打下来 尤其是鲁甘斯克的附近 大量的而且连暗杀都有 因为鲁甘斯克内政部部长 最近在一个政府大楼这边 就在半空 结果这个暴风机就炸进去 把这个人炸伤了 结巴炸死 对不知道有没有死 但目前看起来叫做重伤 有没有死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暴风机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很多 现在乌克兰用的非常非常顺 另外一个这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 这叫做MALD 叫做微型空射诱 这个东西 既然在恶务战场被媒体拍到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支传说中是美国的黑科技 这就是说飞机飞的过程中 美国会 它的飞机会打出这个MALD 就是空射诱打到外面 这个空射诱会制造一个雷达讯号坡 让敌方的雷达以为它是一架飞机 所以它会变成是幽灵战机式的 你看喔 而且它因为雷达信号波特别特别 下面那个就是制造出来的 下面是假的 假的 所以敌方的防空系统 下面那个六个机队那是假的 对对对 它就一直打那六个机队 对就一直打假的 所以敌方的防空系统 就一直打这个假的 那打了半天呢 你真的这个 包含这个B-52轰炸机 或夜银等等的 就已经穿透你的防线了 这东西在美国我们过去永远 都只有看过这种动画 对 没有实战过 这次在俄罗斯 在俄罗斯战争也看到了 这就是它的这个弹壳 在这边 好我们待会看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微型的空射柚 非常非常小 这空射柚打出来之后呢 可以瘫痪对方的防空系统 那这个空射柚其实还有这个海军版的 美国也可以投射出一个幽灵船 让中国的警方去打那艘幽灵船 所以所有的黑科技都往这边丢 那真的俄乌战争到底 此时时刻遇到什么 所以你说这样打到了现在 美国等于说北约把所有的黑科技 全部用在战场上 而且经过这样的一次测试以后 有黑科技还懂得运用 而且可以完全的遏制压制二四武器 是就实战化了嘛 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 这场战争其实坦白讲 多打一天对美国来说 是可以多试验一天 其实他们蛮珍惜的 可是事实状况就我刚刚跟大家讲 巴赫姆特琴收回了20平方公里 给大家看一个画面 就是俄罗斯的郁金箱自走炮 被轰炸的画面 全世界最大自走炮 对我们现在看到这郁金箱自走炮 你知道是全世界最大自走炮 它其实躲在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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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树里面 这自走炮就这样被炸了 对它一颗炮弹你知道多重吗 228公斤喔 这么大一颗自走炮 它甚至可以投放战术核弹喔 它是可以打核子武器的喔 不好意思啦 躲在这个树林里面 乌克兰把你找出来 一样帮你轰炸掉 你的所谓的火箭系统给大家看 一样的这种火箭系统呢 在巴赫姆特原本想要去轰炸 对不对 可是我一样先把你的火箭车 先找到之后的多块火箭车 去把你打掉 你看一样帮你打掉 另外呢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觉得20平方公里很小 对不对 每一平方公里都是血跟汗换来的 我给大家看他们在豪沟里面 作战的画面 乌克兰武装部队跟俄罗斯 你看喔 这是个豪沟作战耶 他们两边都其实就在彼此 看得到的距离 互相搏火耶 这个画面 我以为我在打4S 以前在打这个战术游戏的时候 就在战争游戏就这样 非常非常近啊 你来我往哪儿丢手蛋 所以你20平方公里 是真的拿血跟泪来的 再给他看上个画面很夸张啦 巴赫姆特的二军 为什么一触即发 因为这俄罗斯 你看喔 这一群人要跑的时候 对不对 忽然被轟到一炮 被轟到一炮的时候 大家竟然有序的一起趴下 一起有序趴下之后呢 再一起往后跑 所以他们是根本没有想跟你交战的啦 一触即溃就是这个画面 对不对 所以你看喔 难怪瓦格纳佣兵会骂俄罗斯的士兵 真的不能打仗 下一个画面更惨 给他看就是一名俄罗斯的士兵 被乌克兰空头那个手段被炸伤了 然后被炸伤之后 这个人喔 你看被炸伤 被炸伤之后 周遭的友军 就俄罗斯士兵 那干嘛 第一件事干嘛 不是救他 先去拿他的装备 把装备拿走 拿他的子弹啊 拿他的粮食啊 拿他的枪啊 拿他的枪啊 然后呢 把他搜刮一空之后呢 就把这个人丢在地方自生自灭 诶 同袍琴咧 所以说我如果是俄罗斯兵 我打仗打到这种份上 坦白讲我也不想打了嘛 这一点都没办法打下去嘛 所以喔 我觉得俄罗战争喔 很多人觉得 诶 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 真的 我觉得马上就要画下去 好 因为 现在俄罗斯的超音速的 或者极音速的匕首飞弹 被拦下 真是天大地大的事吗 而且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宣传非常好笑 他说 我们不是匕首飞弹 被爱国者飞弹打掉 是我们的匕首飞弹 把爱国者的基地给打掉 陣地给打掉 那倒不对啊 爱国者是防空飞弹 你怎么会用匕首飞弹把他打掉 代表 这个面子 俄罗斯也丢不了耶 这个俄罗斯常常讲话就是 假的讯息 或者是说他真的拉不下脸 他匕首飞弹其实是一个超音速飞弹 那原则上来讲的话 大家他认为说他是无敌的 没有人可以拦得了他 结果没想到现在爱国者三十的真诚型的飞弹 竟然可以拦截到他 那对他来讲的话 颜面丧失不是吗 而且恐怖的是说 你偶尔拦住一枚就算了 两枚也就算了 现在就是一枚两枚 六枚已经拦八枚了 对 那就代表说什么 整个俄罗斯来讲 匕首飞弹的参数 整个被美国掌握的一心二组 那如果这样这种匕首飞弹都可以被掌握到的话 中国的东风系列的一个飞弹 那你再加上去年佩洛西到台湾来的时候 中共试射的那些几枚的东风飞弹 可能也都被美国掌握 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 原来你这个东西这么烂 原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我的眼界当中 难怪他的东风21东风26 你要打到哪里 美国的军舰早就在这里等你了 因为他趁着你的演习的时候就来抓你的参数 来了解到你真正的状况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看美国现在就在做一些事情 他也要给台湾未来可能给爱国者飞弹的真诚型飞弹 虽然我们邱国政事长 2027年才有可能拿到 但是代表说现在就在谈了 现在谈了2027年才有 所以代表说现在美国了解到说 这个事情在实战的战场上面 的确可以围堵这个所谓的匕首飞弹 那接下来未来对台湾来讲的话 当然在这个所谓的城市作战当中 爱国者三型的真诚型的飞弹 的确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但美国也太狠了吧 刚刚讲你已经把恶爱恶的潜艇 放在了镇海港 对中国已经是巨大威胁了 你居然还把尼米兹的 这个所谓的航空母舰放在了佐氏堡 然后你现在在横须客 另外还有一个航空母舰 你不是把中国北方所有的门口 都堵住了吧 你知道那个佐氏堡在哪里 佐氏堡就在长崎的上面 就是长崎的附近 那长崎是长崎日本跟中国做生意的 贸易的港口 那军事来讲的话 那佐氏堡不就是真的面对中国了吗 那其实在恶爱恶的这个釜山这边 或者是佐氏堡这边 布上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灭果神器 我觉得中国他自己心里有数 这是针对他而来的 而且对他来讲的话 他真的也抵挡不住 因为你对这些 对 因为他只要出海的话 那或者是在这个黄海 甚至未来来讲的话 这些所有的美军的活动 都会在黄海出现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美军的军舰都在黄海 不断的进行出没或者演习的话 你觉得中国解放军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当然挡也挡不住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就是会害怕美国的军舰在里做探测 或者是做所谓的海测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来的都是要做军事演习 那你要做军事演习的话 在家门口做军事演习 那对中国来讲的话情何以堪 结果今天为了要武统台湾 或者是说威吓周边国家 引来了美国大力的介入 然后整个力量 全部压在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对他自己来讲的话 真的得不偿识